小时候爱吃的零食可多了 宠类也很丰富 直到现在 还有很多零食还是非常的经典 彩色巧克力豆典型代表 应该是彩虹糖 做的像五颜六色包着糖衣的小药片 一颗一颗嘎冬脆 简直甜到不行鲜蛋 长得像放大版黑色药丸的麦里素 估计在很多人小时候的幻想里 都充当过药丸 鲜蛋之类的存在吧 谁叫电视剧里 出现的鲜蛋都长这样的 而且到现在 还出现了白色的翻版麦里素 同样的巧克力位 同样的形状 就是没有麦里素像药丸罢了 不过白色总是更有仙气 道具组要不 考虑换个道具做鲜蛋 总之小时候看到他 总觉得他应该是长生不老子 吃一颗能成仙的那种 然后总喜欢偷偷藏一颗 以备生鲜之用 当然从来没能忍多久 很快就把它吃掉了就是 也不知道真能留到最后 会不会有什么神奇的功效 无花果丝有真正的无花果做成的丝 也有白萝卜丝做成的无花果丝 这里说 它是白萝卜丝做成的 它吃起来酸酸甜甜的 有种脆脆的声音 特别有嚼劲 总之尝得特别 像晒干之后的某种中药材 奶片除了大了一点 奶片白白的样子 和白色药片还是非常像的 奶片吃起来 有一股浓郁的奶香味道 甜甜的 价格还不贵 基本每个小女生都爱买些 慢慢嚼着吃 老鼠吃 我们现在看到的老鼠吃 一般都是原主型的 可是有些老鼠吃 其实做的原型 就比如很久以前 那一种名叫滑滑丹的零食 看起来特别像一颗一颗的小药丸 有没有 花美粉这个老师说 小编吃起来总觉得有点不习惯 虽然甜甜的 可是也有点酸 有点硬 吃起来有点椰的荒 泡水味道还不错 看它倒出来的样子 像不像感冒冲剂之类的东西 陈皮酸甜带鲜的陈皮 也是很多人小时候的心头好 而且陈皮不用尝得像什么药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药材 据说吃了能开胃消食 不过吃多了 也不是很想吃饭的就是 糖粉没有零食吃 又实在馋得不行的时候 偷偷吃善一点 也不吃多 吃多了晦腻 白白的一小堆粉末 特别像电视剧里害人的毒药有没有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